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十一节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明白可以翻译成了解领悟明白 保罗在以福所书 勉励信徒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所用的明白就是这个字 这个明白不只是理性上的明白 更指的是对神的旨意 和神的话的领悟和了解 所以耶稣要众人 要听也要明白 这实在是很重要的功课 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所以被主责备 就是他们听也听不见 心里也不明白 简单的说 他们的问题就是心里刚硬 所以听不尽耶稣所讲的话 入口的是指吃进肚子里的食物 污秽人的意思就是使人成为不洁的 也就是说使人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意思 出口的哪能污秽人 出口的是只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意念 言语和行为 法利赛人和文士原来是借着有没有洗手来谈论 解离不解离的问题 现在主耶稣把问题提升到借着食物来谈论什么是真正的解禁和不解禁 离以上的不解无关紧要 真正重要的是人心道德上的不解 是的 是的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哪能污秽人 我们心里面的恶念 嫉妒 纷争 骄傲 它一旦发出来 常常就是不可收拾的 不管事后怎么弥补 都还是会留下疤痕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时时刻刻的保守我们的心 藏在主的里面 好叫我们心里所想的 口里所说的 都能建立 扶持人 是